Josie教練最後選了付錢上IDC,考了IE,順利通過了 我想好奇知道,究竟你在那裏考IVC,即是訓練期間,甚至考IE的時候,有沒有一些比較有趣的經驗可以分享給所有觀眾呢? 有很有趣的經歷,有很害怕的經歷,有很痛苦的經歷,其實是很寶貴的經驗 因為我是緊張大師,所以我們每一天的計劃就是上半週在課室操卷或上Fiary,下午就會落詞 我自己因為太緊張的關係,有時候就會在上Fiary之前落詞操卷,Lunch Time操卷,完整一天我都會繼續操卷 我覺得自己好像比在香港考公開事更勤力,只不過我們做的不只是讀書,我們只是落水而已 因為我覺得我去到這麼遠的地方考,幸運地香港基本上九成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支持我做這件事 或者是公司的同事給我,我沒有理由這麼壞,失敗了回來,又說要去哪裏趕補考 背負的東西是不同的 我覺得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事,而且我是香港訓練出來的 我也想要有真材實料具考,所以我練得很密的 我在IDC的過程,即是那三個多星期,我已經有幾次在泳池,兩米三米水都不能上壓 我是很害怕的 其實到我考IE之前,我們IE是星期六日考 我星期三開始不能上壓,星期四也不能上壓 然後我就跟Course Director說,我耳朵真的不行,我是兩邊都不行 不是一隻,我是兩邊 那我就很害怕 然後他就說,是的,有時候人們太緊張,粗得太勁,睡得不好 其實真的做不到,也會有人試過因為這樣,而考不到IE 所以我考試之前的兩三天,我沒有下水 我只是在家裡休息,還有看造卷,溫書 到我最後星期六那天就相信你耳朵沒事 但其實我是覺得,是很幸運 你真的可以,反不了壓,你真的做不到 泳池你三米下不了,你下了你永遠的傷害 我覺得,是幸運的 然後到我去考,到我們去泳池考的時候 因為就不只有我們一間商店的學生 也會有第二間商店派來的Canada 和其他地方這樣來 到我們出去考的時候,因為我們的Course Director是很嚴格的 他對於我們做Skills,他很緊很緊 很嚴格才給我們一個合格的分數 所以我們真的會做得很仔細的事情 嚴師出高圖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現在去接觸學生 或者看其他教練教的時候 有些學生可能會說,我來玩而已 我們叫Recreational Diving,為何你要對我這麼嚴格? 但我覺得有時候你有關於安全的事情 你有些細節和細節的事情 我都會希望我的學生做得好 這是私誠我過往很好的教練 令到我現在會有這個執著 我在泳池考的時候,有不同的Dive Shop派來的人 是會有人做不到Hoffering 即是懸佛 會有人施查不到30秒 然後這樣 但假設他是一個教練的Canada 那一刻我就會想 如果他通過了 他又翌日教學生 他又真的這樣做了 其實對他的學生來說 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會覺得 起碼我的學生 起碼我的學生來跟我學 我會確實他真的做到 而他明白一些很重要的概念 我才會尋找他 我不會因為他給了錢就來考證 我的同事經常說 給錢不是包法證的 即是你做不到是真的可以不上來的 那希望我的學生都會明白這件事 那我也覺得這件事說得很對 可能不要說香港 可能大家已經聽到很多傳聞 去外地 東南亞國家也好 或者甚至其他國家也好 可能是很容易就考到一個證回來 給錢 隨便做一些技巧 得過且過 就拿到一個證 那你作為一個考牌上去玩的人 其實這個真的對你不是一個好事 因為有很多安全技巧 有很多知識 其實你是學不到的 那最後你的安全 作為潛水員 是在你身上的 那當然如果我們遇到 好像Josey教練 這些那麼好的教練 很執著的人 很嚴格的教練 真是最好 大家代賭錢入袋 有甚麼危急 有甚麼危險的時候 都可以想起當日做的技巧去解決問題 還有剛才提到第一次 即是造卷和泳池 大家都過了 我們那一組全組都過了 但Happy Happy 到第二次了 我們就出海了 其實我那一屆的IGC Candidate 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 香港 我的朋友是… 瑞典? 其實我忘記了 自彈 有日本、韓國、法國 有歐美、澳洲本地的Candidate 都有的 到我們去考的時候 Examiner就跟我們說 真的好 我們兒子一堂 來自世界各地的Candidate 當然全部都是用英文考 但那個weekend 就正正遇著大寶椒打風 天氣極其惡劣 到我們第二天 在碼頭準備的時候 天氣惡劣到 說全國在Cancel 因為我在開恩殲 要出考試的島船 全部Cancel不開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有些Candidate 原來是星期一夜晚 或者星期二 已經要回家 所以他們打算 星期日考完就可以離開 所以在我們那一屆 不成功變成人 然後 如果我們真的出不了去海考 有個back up plan 就是在Cancel也有河流 大淡水 Cancel很出名 就是有鱷魚 還有這個blue shark 他們會游進去 在Cancel的河 是周不時會見到鱷魚 當時Examiner就說 如果我們真的沒有船 去那個島 在海考 其實我們就要上河流 大家怎麼看 當然大家都很不想 因為我們那群Cancel 全部人都沒有試過潛淡水 而且還在一個急流急流急流的位置 我當作水平靜一點 但很多東西都不會不同 能見度都應該低一點 對, visibility 會差 最後我不知道兩位Examiner 做了些什麼 就令到有一間船公司 行開船 去那個島 這麼厲害 但是有其他客人 有其他去那個島玩的客人 也有上船 就想著 又很happy happy 大家都去到那個島 快點考完去就算了 結果 我們去到那個島 就按潛形式 在沙灘走下去 今天設計舖 由於我是香港出身 我們都見證過香港最厲害的 兩堅島 你是多少 0.3位 0.3位 沒錯 沒錯 我們都試過 在這裏 是可以完全看不到 香港水 即是 worst case 是 當日我想 我去到考的時候 大家在舖上都跪在那裏 能見度應該不過0.5 5個0.5 即是跟我們平常日常差不多 對 跟我們香港馬爾代夫的部分日子有得揮 對 對 但是因為我從訓練開始到我DM去跟班 其實我都已經很習慣在這個水的環境裡考 所以對我來說是很正常 好像Going Home 真的 很舒服 那你聽到了 在香港學潛水 是有它的好處 大家是不會怕這個能見度問 是要很習慣的 沒錯 譬如我是教練 我要叫你做全清鏡或是半清鏡 那我便提供你做 那些人要控到勁賣 看他們做 所以考官都 大家都過了 但我會見到其他Canada他們害怕 即是他們下去不知如何控制學生 因為水很逐很逐 到我們最後大家都想說 每個都Pass了 然後考官就說 你們真的這麼遠來到 大寶礁 大家都想著是有一個漂亮的海 很清的東西去看 但最後經歷了這個水 然後考官就說 I feel so sorry for you guys 但我會覺得 其實 我想對我那一班一起考IE的同學來說 都會是一個永遠都這麼難忘的經驗 但我都跟Max所說的一樣 我覺得在香港學是有香港的好處 是一個CV 在香港學就很順利可以通過這個CV 嗯 是一個空間的 在香港學校 待會兒 錯了 不在於 好看 很適合 很適合 這是一種